大家好,我是惠惠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肉非常鲜嫩又入味的做法 首先准备一块猪里鸡肉 清洗干净之后把它切成薄薄的厚片 厚度呢大约在三毫米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把肉片改刀切成肉丝 不要切得太薄也不要切得太厚 尽量呢切得均匀一些 这样熟的会比较快 我们买回来的肉可以先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会儿 这样在切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盘的备用 然后我们往肉里面加入一勺的料酒去腥 再放入一勺食用盐 适量的胡椒粉 然后再用手抓拌均匀 让它入一下底味 加入料酒和胡椒粉是为了给肉丝贴前去一下腥味 抓拌均匀之后再加入少许的温水 再次用手抓拌均匀 加入温水可以让肉丝增加水分 能让炒出来的肉丝更加的鲜嫩 再准备一个鸡蛋把蛋清和蛋黄分离 然后把蛋清倒入肉丝里面 这样炒出来的肉丝口感会更加的滑嫩 因为蛋清能形成一层保护膜 搅拌均匀之后再加入一勺的淀粉 加淀粉能够锁住肉丝中的水分 这样在炒肉丝的时候水分就不会流失了 抓拌均匀之后加入一勺食用油 加油是为了让肉丝下锅时不会粘连 再次用手抓拌均匀 盐质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洗净的蒜苔 把根部去掉 切成长长的小段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在清水里给它浸泡5分钟 准备一块红椒切成红椒丝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两根大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成姜片 再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也装入碗中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蒜苔已经泡好了 把水分倒掉 空干水分 提前把锅里的水烧热 把蒜苔放到蒸屉上 用筷子铺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大火蒸两分钟 现在蒜苔已经蒸了两分钟了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非常的清香 而且颜色呢也是非常的漂亮 再用铲子把它取出来 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倒入腌好的肉丝 翻炒一下 把肉丝炒香炒至完全变白 然后再加入一勺生抽 继续翻拌均匀 这个时候加入生抽 可以让肉丝非常的入味 炒个3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 先盛出来放入碗中备用 锅中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葱姜末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加入蒜苔 开大火翻拌均匀 大约30秒钟左右 然后把肉丝加进来 红椒丝继续翻拌均匀 下面呢我们调个味儿 加入一勺食用盐 一勺白糖 一勺蚝油 继续翻拌均匀 炒至调料融化 出锅前加入一勺香油 增加亮度 然后再翻拌均匀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美味的蒜苔炒肉就做好了 色香味俱全 这样炒出来的肉丝鲜嫩入味 非常的好吃 搭配了蒜苔营养更健康 非常的好吃 又下饭 做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 这样炒出来的肉丝 口感滑嫩 不腥也不柴 酸苔也是鲜嫩又入味儿 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惠惠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